嘟一嘟,就租了一天車 我就去試一下玩一下 去車廣碼錄一下,小子 瘋了你啊 Hi,我是小德奇,歡迎收看 TWiiiYu 又到市街,又到市街,又到市街 假期,雖然我還是要上班 又要上班 我最近發現租車的Apps 我回到家後就覺得我的單車 你知道香港人,你的家很貴死小 我就把所有單車都放在公司 但是公司無路地走樓梯 我沒理由拖著這麼重的單車 上上落落,好重 忽然想起,香港好像現在有一個Apps 嘟一嘟,就租了一輛車 我就去試一下玩一下 今天我主要就是介紹這個Apps 太有趣了,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可能大家都試過 它很有趣的,一開球就要給399元按金 因為這個按金很多人都卻步 然後每一次半小時就5元租 就用卡衝直進去租 慘慘了,300元按金不會騙人的 就給了399元 但發現原來這個Apps也挺有趣的 這個300多元就非常容易退到 其實我覺得OK的 好像5元這樣嘟一嘟,好厲害的 它一嘟兩秒左右 它就馬上不知什麼 天線地衝下來 神奇的力量租了 嘟一嘟之後就馬上停鎖 然後計算半小時 它顯示了一些路程 卡衣都挺有趣的 它那裡應該只是歡迎新界的朋友 我屁股 因為我們有時候出去衛康買東西 都走多遠 我就不知為什麼呢 荔枝國附近呢 它有3、4架車 衝過去找這3架車 就順便試給大家看 放在公司樓下 方便我們成班同事 可以方便出入 Sidiki!Sidiki! 給你們看看 看到嗎? 我在這個藍色點那裡 那些車就在綠色點的 荔枝國只有3架 這個是大埔 大埔是滿大的 新界區都是滿大的 香港的區是比較少 車馬路人 車死你啊 黎智國多了一輛 現在都有五輛 差不多了 試過玩過GPS都比較準 我都看不到車 我覺得有人放上這些工廠大廈 怎麼辦 所以我可能要找第四和第五輛的地方 我現在嘗試找第四輛 但第四輛的距離是神奇 一個是最東的 一個是最西的 我們先去馬路 我們要找其中一個 我選了近民居 其實沒有人標準 大家都是租的 九龍區 找一輛單車非常不溫柔 不知為什麼呢 Apps那裡寫了 只是課生界 有些人拆了出來 我不知道 找到找到 找到找到 開鎖了開鎖了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走到我超級辛苦啊 我先開車 極速地 已經開了這輛車 這輛車 上水都沒有那麼殘 測試一下 我現在試踩一下 座位都是 硬硬地 已經生瘦了 踩回公司樓下放下 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聽聞 如果你要鎖住的時候 它動它好像會響景步 工廠大廈那些 它應該真的被人拿到家 或者工廠大廈面 我找不到是正確的 還是我現在試一下去 第二個地方 再找到更漂亮的單車 其實都好啊 嘿嘿嘿 這輛車是 不能轉波的 它的極速就是非常有限的 我現在是踩到腳了 它的車頭呢 已經熬了 輪子和你的擋板 是不成 90度隔 好手啊 用了一點踩單車 在九龍區上踩單車 因為很少單車行 最好就是推著車 第五輛車都是找不到的 我只可以找到這個 爛爛的車 照用著先 現在就匯程 把單車放在公司樓下 因為這輛車應該被人 砍了很久了 我覺得 經過風霜雨打 曬到不適 我現在的時間 已經用了十七分鐘 你看 五元也是 我要趕著在半個小時內 回到公司 我大概介紹一下這輛車 這輛車是不能轉波的 神奇的是什麼呢 這輛車是完全不用霜氣的 但是這輛車已經關上了 上上一輛沒事的 晚上就會開燈 自動地開燈 這裡是反光 這裡是開燈 前面是普通的夾的鞋子 太鉗 後面是古煞 晚上會穿燈 原來太陽爛 這輛車就是奪距的 這輛車 快刷 幫你調低調高的座位 這輛車一趴回去 它就直接鎖回車 前面的手柄就是這樣 右手是後駕駛 這個是前駕駛 前面的腕 是不會動的 在駕駛的期間 多方便 我們現在都在公司 我在半個小時內 成功回到公司 因為車太震的關係 開始震壞了 我的穩定器 但是我想要回去檢查一下 好了 現在我還有幾分鐘 幾分鐘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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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成功野山步 這輛單車 快點快點 這樣就搞定了 Sidiki 那大家如果有空 就可以玩一下這輛車 根本之底 5元半個小時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